中美關係轉催緊張,據外電報道,中國已經準備暫停入口更多的美國農產品,甚至最壞的情況,美國針對中國採取行動,中方可能會放棄首階段貿易協議。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星期就中國及香港關係發現,但期間刻意避開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內容。 路透報道,內地國企星期一至少購買了三艘船的美國大豆,購買的總數至少有18萬噸大豆,將會在10月或11月負運。 不過路透和彭博都同時引述消息說,中國已經要求國有企業停止大規模採購美國大豆和豬肉,同時也要求暫停採購玉米和棉花。 至於為何在政府發出暫停訊息之後,仍然有企業在購買大豆? 報導說未知具體原因,但美國貿易商表示,以18萬噸大豆數量來計,內地進口商仍然未遠遠滿足要求。 與最近一次購買總計100萬噸大豆相比,星期一的大豆採購規模的確較小。 消息人士稱,如果美國針對香港問題採取進一步行動,中國準備暫停進口更多美國農產品。 消息指,在特朗普星期五發表言論之後,中國進口商已經取消了1萬到2萬噸美國豬肉進口,相對於近幾個月來一個星期的訂單量。 另一熟悉政府計劃的消息人士稱,在最壞的情況下,如果特朗普繼續針對中國,中央將會不得不放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。 根據中美今年1月簽署的初步貿易協議,中國承諾在兩年之內,增加購買價值320億美元的美國農產品。 有內地主要貿易公司說,民間進口商仍然未接到政府暫停購買美國農產品的指令,但是企業都非常謹慎。